亮汤汤洛文在新剧OPM里真的艳浮不浅 既有黄佳乐做他老公 还与黄亭峰有暧昧关系 这天亮汤和亭峰一起拍摄 只见亭峰用领带套住亮汤 两人似亲非亲 虽然看起来很亲密 不过他们就说这场并不是亲热戏来的 也没有了 因为他想亲密 可是我不给 他从来都不给 从来他是我的兵嘛 你跟其他的演员有一些亲密的 我跟其他的都有 就是跟你没有 我跟我老公最恐怖了 不是恐怖了 最激烈了 因为是比较 就是剧本写的比较 就是 我不想说三级 然后 这是比较夸张 可是我觉得爬出来应该不会这样 在正式开拍前 只见亭峰疯狂做运动 看来是想把最好的状态 展现在镜头前 其实第一两个礼拜 我已经脱了 跟另外的一个演员 然后再觉得放松了 然后就不请吃 然后今天突然间又要这样吃 又来 不开心 他直接没有喝水 今天 对 又最佳的状态见别人 没错 在另一边 张宝儿很开心可以再度拍剧 而且在这部剧中 波尼依然和阿Ben关系密切 这次你跟阿Ben 跟韦豪合作 就是非常非常的有缘 你这个Ben跟韦豪 这两个都很有缘 我以为是那个 Production Team 特意安排的 总是 Ben就跟我有关系 还有这个中文字 这个韦豪也是一样的 原来 那个字也是一样的 就如北跟豪也是一样的 波尼虽然和Ben Sir 欧阳伟豪在综艺节目里 合作比较多 但这次是他们首次在剧集里碰头 而且两人还有爱美关系 这个关系是比较曖昧 是不是这样 曖昧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剧本没有 这个很强烈的感情线 在没有很强烈的感情线之下 怎么发展我们的感情呢 那你留心一下 留心一下 因为看你们平常 就是在综艺里面合作多了 这次的感情方面 好像就是蛮发人声醒的 我反而觉得这一次 就是今天刚才拍的那一场 就挺像学是学非的 是的 因为那个交流 就是是非经平常 跟教授我们的一些调情的画面 所以那个感觉是挺自在的 反而是 之后你应该跟他 不止就是这样子的交流吧 是以后还是有一些 比较神交的一些画面 深情一点的在思想上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Taxi里面 我们有一些很深度的这个交流 很深度 他说他的背景是什么 我说我的背景是什么呢 这样子